00878 前三季的殖利率加起來是4.35% 那我們來看一下 00900 00900目前股價是12.68 算是0.747 除以 12.68 哇 0.59 現在我們來做個總結 00900跟00878大PK 那在去年的時候呢 2022年 00900他的配股配息是1.35元 然後00878是 1.18 所以在2022年的時候呢 00900剩00878 OK 可是他們 股價是差很多了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年2023年前三季配股配息的表現 00900呢前三季總共配了0.74G 而00878呢總共配了0.89 所以在前三季的配股表現00878是剩 00900 但是00900在前陣子呢他要把他30檔的成份股呢 他換了27檔 他希望 新換了這27檔他可以 配出 更高的股利股息呢可以給 他的25萬的股民們 大家都知道00878有 百萬股民啊 而00878現在的股價是 20 10.44 而00900只有12.68 其實以這個殖利率來看的話 00900是比較好因為他股價這麼低如果大家很聰明的話 就是在8月16號之前買00900就12塊多 然後你去參加他的0.61的 配股配息的話 你的連話報酬率就有11%多 11%多是非常多耶 但是大家想他是只有單季 那我現在就想要回 我那個常常在我下面留言的粉絲說 他都一直在留言說 到底什麼時候呢 這個00900可以回到發行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00900在今天 9月20號的 收還價是12.68 他在這兩年的期間呢 總共配了 2.097 2.097加上12.68加起來總共是14.777 那其實呢也快要回到15塊了 那如果呢這位粉絲呢 在這個 他在最低點9.53的時候每個月還是定期的 扣款 其實現在你其實已經大賺因為他可能在低檔的時候你9.53一直 10塊錢你也扣 12塊你都扣你都一直扣其實 獲利也不少 那現在有一個 我們可以去算 其實在今年呢這個00900他今年 他的那個漲幅呢也來到兩成多其實也很不錯的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00900接下來他換股之後的表現 那我相信呢 等到他第四季的配型出來大家有沒有很期待 就是這樣 稍微的 然後呢 大概